今天想要介绍的是 为什么我运动 如果我想减重的话 为什么我要做有氧运动呢 那原因在于 当我们身体在储存能量的时候 它会先把它储存成我们的脂肪 然后再慢慢储存成血糖甘糖 可是当我们在消耗能量的时候 脂肪是不会第一个被消耗出去的哦 它第一个消耗出去的是甘糖 所以当你前15分钟你在运动的时候 血糖会迅速快速升高 但是它消耗掉都是你的甘糖 但是当你的甘糖慢慢的在运动 随着运动的时候慢慢被消耗掉之后 它已经没有其他能量可以再消耗 它才会抓住你身体里面的脂肪 才会帮你把脂肪消耗掉 所以你可能说为什么运动必须要达到 20分钟你才可以慢慢消耗掉脂肪 那为什么说你减重一定要做有氧运动 因为有氧运动才能消耗掉脂肪 重点哦你绝对不能流一趟出去 就停在那边了 这样是没有达到20分钟的 你必须要游泳来回游 打20分钟中间不停才算数哦 那最简单然后呢最容易的应该就是有氧舞蹈了 因为呢有氧舞蹈是在一个小时的过程中呢 会带你从最基础到慢慢变难 所以你能够在一个小时内消耗掉 4到500卡的能量 然后呢也不容易受伤 所以说呢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 尤其是少要减肥的人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做有氧运动哦